拿起压铃跟着教练的动作 呼吸 吐气 这样来来回回做个集组 借此来增强积耐力 任何障别我们都可以通过 特殊的方式让你来运动 不会说因为有各种障碍 然后让他们没有办法运动 轮椅族的朋友最担心 来到健身房 没有适合的机器可以做 北师福体育局 推出的身心障碍者 巡回运动指导团 规划各式课程提供选择 像是电上运动 徒手肌力 还有器材操作等 让伸张朋友也能够拥有好活力 以前都是用手代替脚走路了 因为会萎缩 有些肌扫症 所以运动是对我们很重要的 对一般人来说 肌力的养成很重要 伸张朋友同样也有运动的需求 台北市长柯文哲 用医疗专业告诫伸张朋友们 不要偷懒 最重要的不是 就来这个运动 所以课程结束以后 他养成了自动自发 自己爱好运动的习惯 这比较重要 因为运动生活是一辈子的 目前国内都还没有专门 帮身心障碍者 进行体势能检测的活动 或者是计划 有很多的学员 听闻之后都争相报名课程 也有学员说 从来没有参加过体势能检测 透过活动的成果 导入更多运动的好处 让伸张朋友 能够学会一些运动的项目 让身体更加的健康 年轻卫视张立成 正人中台北采访报道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